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可麗虎 今天我們來開箱一組比較少見的暗黑版Hyper輪組 聊聊我對這款超熱賣輪組長期使用的感想 還有研究研究這種很趣味的碳纖維服務條 話說從之前開箱這個Hyper輪組 到現在已經過了有半年了 我感覺這款輪組的能見度是越來越高了 不知道在別的市場是不是一樣賣得這麼好 不過在美國是真的很熱賣的 我週末去跟自行車店Group Ride 還有去參加各種村裡的自行車活動的時候 都會看到很多車友在用這款輪組 感覺這款輪組的能見度是超高的 當然也可能是因為這個Hyper的花紋真的是很好認 你看它這個花紋喔 我從第一次看到就覺得這個紋路是很吸睛的 它不只是鏡子的時候是有這樣的花樣的 它在動的時候這個花樣是一樣看得出來 我個人覺得是很炫 加上這款輪子聲音又大 升級輪組就升級得很有Feel 我猜這個也可能是它很熱賣的原因之一 它如果這麼絢麗的花紋不是你也猜 那我發現這個輪子竟然還有出特色塗裝 你看這個盒子 Black Edition 這個名字也要取得還真是氣派 直接就聯想到便是車的那個Black Series 光是用Black當名字 我就讓人覺得很厲害 那我們來敲敲這個Black版本的Hyper輪吧 那這個就是Hyper Black Edition 名副其實它就是黑色的 這就是它與原本花紋版本不同的地方 它們就只是外觀不同而已 你如果性格是比較低調的 那你有可能會喜歡暗黑塗裝的 超過花紋塗裝的 我之前開箱的那一組是框高38 屬於低框的 重量是1370公克 那現在這一組是框高50的 屬於中等框高的 我們這個是1468公克 含無內胎膠帶 就是說這兩組的高度大約是相差1公分 重量也是大約相差100公克 它們家最近又陸續推出很多新款 是不同高度的 所以很可能同時間喔 就有很多不同高度的可以選 我是很久之前就想要來裝一個50高的 那這個輪組官網上面是寫 從23C開始到45的胎都可以裝 這次我們來幫它裝個25的好了 那這個輪組是出貨的時候就已經有貼好 無內胎膠帶了 而且還有附無內胎氣嘴 根據我用過各種輪子 還有它們家Hyper38的經驗 它們家膠帶算是貼得蠻整齊的 而且輪框的形也是有做得夠精緻 這個無內胎裝起來會是很簡單的 那25C的GP5000 裝起來就是這個樣子的 跟26C的外框切起來是平平整整的 的確在直覺上是會感覺到非常的空力 啊這個輪組跟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輪組 有一個很趣味的本質上的不同 就是市面上大部分的輪組都是用金屬浮條的 Hyper輪是市面上少數用碳纖維浮條的輪組 我去年剛收到的時候就覺得很有趣了 但是也有點懷疑這種浮條是不是會很脆弱 其實剛裝的時候是有一段時間 刻意特別的操這個輪子 故意拿來騎爛路還騎得很快 看看是不是會把浮條給騎壞 很幸運的是都好好的沒有毛病 那這次要做這個影片喔 所以上網觀察一下 是不是大家都跟我一樣幸運 一搜尋才注意到 原來這一年來有這麼多人 花很多心思在摧殘這個浮條 其中有一個老兄的測試是非常的有趣 我把這個影片的連結放在敘述裡面 那這位人兄是業界有名的材料工程師 我相信他這個應該是很真實的 像這個是側向剛性的測試 就是從邊緣去壓 輪心的部分是固定的 就是測量壓的時候外圓變形的程度 自然是變形越少就是代表輪子的剛性越強 那做出來的結果是很驚人的 Hyper 50竟然是市面上剛性最強的輪組之一 然後這個是抗拉的測試 就是要看拉多重才可以把碳纖維浮條給拉斷 一般金屬浮條大約是會在300公斤左右被拉斷 可是碳纖維浮條是一直支撐到400多公斤才斷掉喔 而且斷的原因喔 還是因為浮條與這個Nipple分離了 這個是實驗的圖表 Ellongation就是延展的形變程度 金屬浮條是100公斤會延展1mm 但是碳纖維浮條要接近到150公斤 才會延展1mm 那我們知道輪組的剛性是靠浮條在支撐的 碳纖維浮條比我們想像中的堅固很多 這個就是它剛性的秘密 很有趣吧 阿這個是買輪組的時候附的浮條 這個拿在手上的感覺真的是輕飄飄的 每一支是只有3公克左右 那像這種鐵的浮條一支大約是6公克左右 這一組Fruquang OEM上面就有58根浮條 所以光浮條的部分就會相差了180公克 趣味的是你看浮條的數量也是相差很多的喔 這個乘車輪有28根鐵的浮條 Hyper輪只有21根碳纖維浮條 那根據剛剛延展度的比較喔 碳纖維浮條大約是比鐵抗拉50% 所以說即使數量少了30% 理論上這個Hyper輪還是會比乘車的輪組 剛性要強蠻多的喔 而且浮條變少的同時喔 除了重量變輕也是會變空力 尤其是他們還把這個碳纖維浮條給Blade 仔細看的話真的是越看越覺得這根浮條漂亮 那它設計上面就是把這個部分給勾到French上面 然後另外一端就鎖在輪框上面 就是這麼簡單 完全就是跟原本鐵浮條一樣容易安裝 簡直就是天才 那我猜現在沒有大家都這樣做的原因喔 應該是這種浮條還是蠻貴的 你看這是美國鐵浮條的零售價格 一輪份大約是20枚 那我在阿里巴巴上面找到這類的碳纖維浮條 這個是一輪份的價格 170枚 碳纖維浮條比一般的J-Band Steel貴了8倍 我想目前這種浮條應該還算是成本比較高的零件 不過我的想法是喔 應該很快我們就會看到很多的品牌都會使用這種 可以直接鎖到輪圈的碳纖維浮條 那它們家比較低框的我是已經使用了很久了 我個人是很喜歡這款輪組的 我覺得加速感喔非常的輕快 踩起來非常的有快感 那這個中等框高的 實際上調性跟它們家比較低框的是很像 就是感覺到性格很活潑 踩起來很有衝勁 就像是側壓實驗那樣喔 這個輪組的側向剛性是有強過大部分輪組的 所以加速與再加速的感受是很明確的 對出力的反應速度很靈敏 有很明確的那種性能很棒的感覺 Hyper 50在這種硬的感覺上喔 又超過了Hyper 38 因為我是試過很多輪組與輪胎的人 所以我對路感還有小小重量的差別算是蠻敏感的 我也說如果是刻意去感受的話喔 比較低框的加速感比較快 路感也稍微比較舒適 但是這個比較高框的喔 在更出力的時候感覺比較威猛 也感覺比較硬 至於爬坡的話喔 重量相差100公克會有多少差別呢 答案很簡單 根據公式 70公斤的人保持功率180瓦爬坡 模擬環法最陡區段的App to Edge 輪組相差100公克的話 時間差距大約會是10秒鐘 對比賽的人來說是相差蠻多 對我們一般人來說就是相差很少 殘酷的現實就是爬坡的時候體重才是主要因素 輪組硬了一點點還是輕了100公克喔 在體重前面都是綁組很有限的 所以我才決定的關鍵還是看他們的外觀 小紅車上面原本是放這個Hyper 38 那這個Hyper 50是我準備給我下一台要組的車用的 車價還沒有收到 所以我們先用小紅車來欣賞與體驗這個輪組 我猜這個中等框高的應該是他們家兄弟裡面賣最好的 因為感覺上這個高度就是看起來蠻帥的 是吧 大家是喜歡低框的樣子 還是喜歡高框的樣子呢 還有你是喜歡Hyper的經典花紋 還是黑色的塗裝呢 好啦 非常感謝您的觀看 麻煩按讚來支持一下這個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也這一次來加個訂閱吧 掰掰 哪一個字這些字也是贏的 四字字卵 詞一下 挺平常的 走 是